现在大多数的9年后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 每年的年头都下定决心 今年一定要努力存到钱,赚到钱,累积到第一桶金 可是一年过去了 到了年尾才发现银行付口好像又是跟去年一样没有成长到 甚至有的人还越来越少 到底要怎样才可以让自己的银行付口的数额每年都在成长呢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样从一个薪水只有1200块的90后 通过自己一套的年度金钱规划累积到今天的百万资产的 虽然讲每个人的财务状况和收入真的是完全不同 可是我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在过去的10年 我没有这样子每年都对我的钱做规划的话 那么今天我的钱袋子肯定是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重量的 而且作为一个会计师 同时也是一位理财规划师 我非常确定一件事 就是如果每个人在每一年都对自己的金钱做一个合理的规划的话 100%是可以改善自己一整年的财务状况的 所以正在累积财富的你 今天这期影片你一定不可以错过 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可以花多少钱 其实都可以根据我们的收入去做规划的 只要你每个月的收入都是固定的 那么你每个月可以花的钱都是可以做预算的 而我的花钱预算的formular非常简单 就是固定收入减去每个月固定的储蓄 等于你每个月可以花的钱 这个每个月固定的储蓄 我会建议是最少薪水的10% 举个例子 假设你的月收入是5000块 那么你就最少要存下500块 剩下的4500块 才是你接下来一整个月可以花的钱 这些钱就是用来支付你的固定支出 比如房贷 车贷 电话费 交通费等等 还有能够做出调整的不固定的支出 比如果实费 娱乐的费用等等 当你每个月都规划好你的花钱预算 那么你基本上可以确保两件事 第一就是你每个月最少都可以存下薪水的10% 第二就是你的消费是低过你的收入的 不要小看这两点 如果你持续做到这两点 基本上你是很难穷的 为什么要分固定支出还有不固定支出呢 因为固定支出是我们不管再怎样去规划都没有办法省下很多钱的地方 那么这一块我们基本上就不会去花行时去规划 只要确保不会超出预算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不固定支出的这一块 我们是可以做出动态的调整的 比如讲如果今天你跟朋友出去吃饭超出了你原本可以花的预算 那么你是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天花少一点钱做一个调整把预算给拉回来的 所以你在做预算的时候尽量就做的比较有弹性一点 比如讲你就把每个月的生活开销都放进同一个罐子里面去 那么你每个月就只可以花里面的钱 花完了就没有了 不需要细分到哪些钱是拿去吃饭的啊 哪些钱是拿去娱乐的啊什么什么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那个阻力 你才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 当你做好了花钱的规划过后 存钱的规划也不可以错过 那么你就要设立金钱目标 这个存钱目标的规划 不只会影响到你的花钱消费 还会影响到你的收入 怎样说呢 比如讲你打算在2024年存到2万块 可是从你的收入 不管你再怎样去规划 你最多就只是可以存到1万块 那么如果你还是想要存到目标设的2万块的话 那么你就只可以去找副业来帮你赚到这笔钱了 有了这个存钱目标 就会激发出你去赚更多钱的欲望 当你的脑海里面没有这样的目标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就不会叫你去找副业收入 去填补这个目标的空洞 那么你也就不会去想办法赚到那个多1万块的钱了 设立目标的好处就是 先设定好目标 然后去想办法 最后就是实现了 而我本身每年在设立存钱目标的时候 都会故意设下比前一年提高最少15%的目标的 这样的话就会逼着我每年都在进步 而且很意外的是 我每年能够存下来的钱都会比设下的目标还来得更多 那么在2024年你又想存下多少钱 在留言区打算你的存钱目标 花钱规划做好了 存钱的目标也设立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去规划怎样赚到更多的钱了 想要赚到更多的钱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在我们的工作以外 我们还可以怎样赚到钱 比如讲去做副业或者去做自媒体等等 你可以看看自己擅长做什么 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 看看自己怎样去分配自己的精力 还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 去赚到更多的钱 比如讲你有某个别人都想学习的技能或者知识 那么可以考虑去做自媒体 又或者你还会做某件事 比如写文案 剪辑影片等等 那么你就去找找看你的身边 或者市场上有谁需要你提供的服务 这些都是可以帮你赚到更多钱的方法 也可以帮你更快的达到你的存钱目标的方法 而我本身除了正值是会计师之外 我也利用下半号的时间为顾客提供生意上的财务管理服务 同时下半号的我也是一位理财规划师 帮助别人分析财务状况 然后规划他们的钱还有投资计划 推荐适合的投资基金组合来帮助他们建立最适合的创付组合 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已经营了自媒体 这些年来我的付业带给我的收入 其实也不输给我正值带给我的收入 如果我下半号什么都不做 选择放松休息 过自己的me time 那么我的钱袋子肯定会比现在轻很多很多的 而且通过这些固定收入以外赚到的钱 我都会把它们全部都存下来用来投资 还记得吗 刚才在第一点的时候我有提到 我们的开销应该是用我们的固定收入做预算的 所以这些额外的收入是不用来支付我们的日常开销的 所以这一部分赚到的钱我都会存下来用来投资 帮我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投资组合的分配 还有投资回收目标也是我每年都会去做规划的 我每年都会给自己的投资组合设立投资回收的目标 这个投资回收的目标就需要根据大环境 还有我本身的投资组合和财务状况设立一个比较合理 而且能够达到的投资回收目标 因为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就算你把你的投资回收目标设立到很高 你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的 反而还有可能你会因为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然后把你的投资组合转去更加激进 更加风险的投资上面去 那么就本末倒置了 我们投资不应该是期望每年都一定要赚到出处的 而投资就应该是要长期持续稳定的赚钱 至少每年都打印通货膨胀或者跑赢市场 然后偶尔几年遇到投资组合的大爆发 长久下来你一定可以累积到很大的一笔资产的 所以我每年都会给自己定下一个合理的投资点回酬 然后我就会根据定下来的目标来给自己的投资组合做规划 做调整 如果讲单切的大环境不是很好的话 那么我就会把我的投资组合转向比较保守的组合 如果预计接下来的大环境会比较理想的话 那么我的投资组合就会转向比较进攻性的投资组合 这些投资组合的布局我会在之后的影片来给你们做一个分享 回到2024年以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 如果你讲你想把大笔钱拿去all in投资股票 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 比起投资股票 我更加建议的是如果你手上还没有足够的紧急后背景的话 那么就先把你的紧急后背景存好 那如果你讲你已经有了足够的紧急后背景了 那么我蛮建议你可以投资信托基金的 因为我们投资信托基金就是等于投资一整个篮子的股票 你买一只基金就等于同时投资了十几二十只股票 这样就可以很大的降低你的投资风险 而且利用定期定额投资信托基金的操作方法 非常适合在现在股市波动非常大的时期 这些关于基金的投资操作 以后我会专门做一期影片来讲解 最后再给你们三个在2024年关于钱的建议 第一 在2024年 任何需要你投入大成本的创业都别做 或者一定要三思 因为这些都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创业风险 第二 在花每一笔大型的开销之前 都应该要先考虑它可以给你带来的价值 如果这笔花出去的钱可以给你带来的价值 或者产生的回报搞过你花出去的钱的话 那么就大胆的去花 如果没有 你一定要再想清楚 比如想你想要花钱去换一辆比较贵的豪华车 为了可以带给你虚荣感 让你看起来比较有成功的样子 那么我建议你不要去花这笔钱 可是如果这辆车是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sales的话 可以带给你的回报会搞过你买新车花的钱 那么你就大胆的去做 可是前提是这笔开销不会让你的财务状况受到影响 第三 投资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坏的债务 那么你也一定要在2024年做好还债的规划 具体怎样还清债务的方法 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 最后的最后 这套一整年的金钱规划做好了过后 千万不要就完全不理它了 你一定要定期的回顾你的金钱规划 然后要适当的根据你当下的状况 做一些动态的调整 我曾经也是一个薪水只有1200块的低薪族 这10多年来我就是通过每年的规划 然后行动 最后实现目标 我的钱袋子才会有今天的重量的 只要你在2024年也开始做你的年度金钱规划 然后行动 坚持下去 相信我 你会发现你的钱袋子也一定会一年比一年还重的 好了 我要去做我2024年的金钱规划了 订阅频道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